哈囉,歡迎收看公民丁104回考姐弟特輯 這支影片要講解第26題 以下是題目,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先暫停看題目 不然我們就先開始解囉 首先建議你先把我國某線畫起來 這個線缺錢用,所以是問你 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裡來? 要怎麼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? A說的是所得稅 雖然的確可以增加政府稅收 但是所得稅屬於中央稅收 所以對這題遇到的問題沒有幫助 B選項是半活動 也就是地方政府經費來源當中自行籌措的部分 所以是答案 C選項的維持市場交易秩序 是屬於中央政府的職權範圍 同時也沒辦法明顯增加政府的收入 主選項的確可能是地方政府的職權 但是就會花更多錢 沒辦法解決題目的問題 因此我們就選B囉 謝謝你的收看,別忘了訂閱公民丁 還要幫我們到粉專按個讚 如果你需要相關影片複習的話 可以到資訊卡或者是下面的更多資訊看看囉 公民丁,我們下次見,拜拜